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继续在厄瓜多尔的行程 我们和厄瓜多尔华侨吻心 来到西北部的马纳围省蒙特克里斯地市 蒙特克里斯地是厄瓜多尔最著名的草帽之乡 由这里发源了一种巴拿马草帽 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帽 巴拿马草帽与其样式美观制作精美文明于世 实际上巴拿马草帽的产地并不是在巴拿马 而是地地道道的厄瓜多尔特产 我身旁的这一位是我们今天的向导文心 他是从事巴拿马草帽贸易的当地华侨 文心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厄瓜多尔西南部的小城 蒙特克里斯地 这里也是巴拿马草帽的发源地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位置是 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中心广场 中心广场 在这边看到了一个人物的雕塑 这是什么人物 这个的话呢 是厄瓜多尔非常重要的一位国家总统 这位国家总统的名字呢 是Enoy Alvaro 他开通了南北线路 因为是他建设了铁路 让连海岸地区的产品可以直接运到那个山上 也就是说运到极多 厄瓜多尔总统埃罗伊阿尔法罗的家乡 就是蒙特克里斯地 19世纪末 他除了建设交通手势 还因地质疑的发展经济 其实早在西班牙统治时期 印第安人就开始编织草帽 但一直不为世人所知 埃罗伊阿尔法罗总统就在马纳维省 大力推广草帽编织记忆 并把它出口到了国外 那巴拿马草帽明明是厄瓜多尔的特产 那为什么名字会叫巴拿马草帽 怎么说呢 当时呢 我们知道巴拿马运河的建设 在建设巴拿马运河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人使用这个帽子 那后面美国总统有一次去访问 那个巴拿马运河的建设 然后呢发现了这个帽子 觉得特别轻便 而且特别漂亮 然后就带了一点回了他的 就是回了美国 然后之后所有人问他 你这个帽子是哪里来的 他的回复都是 我都是从巴拿马拿过来的 那慢慢地延伸成了一个巴拿马草帽 就是说给他灌了一个国家的名称 后来 巴拿马草帽出现在了很多 好莱坞电影中 加上本身做工极其惊喜 逐渐声名远播 畅销欧美 虽然名字源自误传 但巴拿马草帽 切实增加了当地人的收入 草帽编织也 也成为了当地最重要的产业 文心带我们来到街边的家草帽店 去看一看著名的巴拿马草帽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门口看到了很大的一顶巴拿马草帽 对 它是用团编的 因为巴拿马草的程度只有一点点 所以它只能用团去编这个巴拿马草帽 但是它也象征着巴拿马草帽 我们进店里看一看 可以 请进 你好 老板 你好 你好 这就是您的合作伙伴是吧 对 它就是我的合作伙伴 然后他先生和他两位 都是从事巴拿马草帽的工作 在您的店里我看到 有很多顶巴拿马草帽 而且款式不一样 对面还有一些染的不同的颜色 您能够我们介绍一下 巴拿马草帽最经典的款式 是什么样的 是这一顶 在这边看到的 应该就是比较经典 常见的一些款式 对 这些是比较经典的 哇 真的是好精细 这是手工编织的吗 是手工编织的吗 是手工编织的 其实摸上去 它的这个质地 已经完全不像是草制的了 好像是这个布匹 甚至是绸缎一样的 很细腻的感觉 巴拿马草帽 适用一种当地的草 分成的细丝 手工编织而成 所以最大的特点 就是做工非常细致 触感柔软轻盈 它也是这个店里面 是最好的一顶帽子 最好的一顶帽子 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 这个巴拿马草帽的 价格是很昂贵的 像这一顶帽子 卖多少钱呢 这顶帽子 这顶帽子是1400$ 1400到1600左右 1400到1600美元 对 确实是很贵 像这一顶 其实一对比 远看的话 感觉款式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品质就是在细节上面 体现出来了 从细节上面看 这个的编织的手法 就感觉要粗糙一些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细致 对 那像这一顶呢 价格是怎么样的 150到200之间 因为它很取决于它的那个级别 它的级别越高的话呢 价格越高 价格差了将近十倍左右 对 那怎么来判断一顶这个巴拿马草帽 它的一个品质呢 就是说从它的那个编织上面 看到不同 然后编织当中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像比如说把这个定为一英寸的话呢 那它当中它有多少根草 然后这里也是一英寸有多少根草 草的数量越多 那它的级别就越高 价格就越昂 就是它的细密程度越高 它的品质越好 基础款的巴拿马草帽 一英寸也就是2.5厘米间 并有10到11根草 这家店里最好的帽子 都是一英寸间有40根草 据说巴拿马草帽 可以分为20种品级 价格也从几十美元 到几千几万美元 所以说它的这个根数越多呢 我们看起来它就是越精细一些 这个材质呢就越柔软一些 那品质最好的这个巴拿马草帽 它的一英寸的这个草的根数是多少 60道或者62道 60道 就是2.5厘米的距离当中 有60分草 哇 真的很难想象是怎么编织出来的 很精细 对 它是更精细更漂亮的一笔帽子 编织密度越高 帽子纹路越细腻 摸起来也越柔软轻盈 真的如同布匹一样 不过它虽然看似轻柔 但又很有韧性 可以像卷一张白纸那样 卷成一个圆筒 放在盒子里方便携带 再打开也完全不变形 这些都是分辨高品质 巴拿马草帽的重要特征 巴拿马草帽 现在也有了很多新颖的设计 和时尚的颜色 但永不过时的仍是奶白色的帽子 和黑色短带的经典搭配 这个佩戴的方式有什么讲究 我们一般性像巴拿马草帽的话 或者很多的草帽 我们都有很多的款式的戴法 传统的戴法 也就是说把草帽是平着平着 就是我现在这种戴法是平的 好看吗 真的吗 巴拿马草帽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 编织成型以后 还有经过锤打 软化 塑形 熨烫等很多流程 在蒙特克里斯底 经常会看到坐在路边店前编织草帽的居民 虽说草帽几乎人人会做 但做出一顶精细的巴拿马草帽 却非常困难 不但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时间 更需要精湛的记忆 很多售价昂贵的草帽 都是出自大师之手 文心带记者来到市区周边的村子 去拜访一位巴拿马草帽的编织大师 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 西蒙先生刚刚50岁 是这一代最好的巴拿马草帽编织大师 平常您就是在家里编织草帽吗 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谢谢 就是在这里 这个房间其实很简单 在这边看到了一些编织的草 这是一个工具是吗 不是 这是他现在正在编织的这个帽子 他所有的帽子 就是说全部都会给他收拾好 然后包起来 不像别的地方就是敞开放 西蒙先生告诉我们 这是跟老一辈编织者学艺养成的习惯 编织停下来就要包如好 避免弄脏或者损坏 这边还放着棉花 是害怕把这个木头压坏了 把这个帽子 对 开始从最中间这一块 天哪 从最中间开始 好细快啊 那大师现在编的 这是多少道的草帽 这个是多少岁 这个有60岁 有59岁 这是59道的 59道 对 哇 真的看上去特别的细致 我觉得基本上用这个眼睛来看 都看不出来它上面的一个纹理了 我们看到垂下来的这个草呢 也是非常非常细的 对 就是看上去的感觉 特别像是那个龙须面 很细的这种龙须面 很直很垂 编织巴拿马草毛森的草 叫做托奎拉草 主要产自厄瓜多尔的潮湿地带 它含有细长的纤维 重量轻 韧性强 是当地人足足备备 实践得出的草帽编织佳材料 不过一颗托奎拉草 从收割到用于编织 还需要经过打质 拆分 蒸煮 熏制 亮晒 分色等十余道工序 而像西蒙先生这样的草帽大师 还需要进一步地亲手去拆分细化 用劲 然后就把它给分出来 好细啊 这一根 那现在这一根就是已经分出来了 这个就是可以使用的 西蒙先生的指甲就像刀片 把已经细分的草 再分出更细的四间 符合他的要求 才能开始编织工作 先把棉花垫在上面 再放上这一个木桩 这还有一个工具啊 对 就是说要让他的身体 可以正好俯衬在这个模具上面 这是水 然后要把它沾湿手 再去编这个草帽 拔草沾湿 可以让它更有韧性 不易折断 同时可以让编出来的草帽更简致 做好准备工作 西蒙先生开始了编织 哇 先生先是找到了一根两根 现在在他的手上 眼睛真的 我的眼睛已经花了 其实挑选每一根的时候 细分的时候 就已经是很复杂 很好费眼力的 先要分清楚它是哪一根 然后到下面之后 它有的已经就是说很短了嘛 就快要结束了 然后它还要分清楚是从哪里 必须要开始加起来 这里的编法是两根草同编 也就是说它要用 先把四根草分出来 然后确定哪一根草在上 哪一根草在下 编上了之后再往下面移 另外拿出四根草 确定哪一根草在上 哪一根草在下 再慢慢往旁边移过去编织 哇 先生的手真的是非常巧 两只手的所有指头都是在运动的 而且相互配合 每一根草都细到了极致 以此几百根握在手里 西蒙先生让每一根都在手指的轻巧拨动下 处于它该在的位置 而且要施加一定的力度 保证草帽整体的进食 这样的草帽最怕的就是 不小心编错 如果说编错的话 就非常明显会有一个眼 所以像这些大师级的那个技师的话 他们非常要求他们的眼力 和他们的那个手上的手感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生在编的时候 他的表情是非常认真的 摒气凝神 注意力完全都是在这个手和草上面 所以说做这一项工作 一定是要有耐心 而且要心无杂念的 这样一个顶级的草帽 所用的草有几千根 如果在编织过程中有一根折断 都可能前功尽弃 西蒙先生从14岁开始 跟着父母学习编织草帽 之后又经过了一位大师的指点 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 才练就了今天的手艺 一旦有失误 很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一个后果 没有办法去弥补 所以它所有的草必须要保证 它的湿润度 因为只有在湿润度的情况下 这个草才不容易断 因为需要十分小心 所以编起来非常缓慢 西蒙先生一天从早到晚 也最多编三道 大约一毫米的宽度 天哪 那您的这一顶草帽 要编好 要花多长时间 一顶草帽需要花费半年多的时间 才能够编成 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巴拿马草帽 价格会这么高的原因 因为会耗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成本的 这一顶巴拿马草帽 在美国的售价是25000美元 但是西蒙先生获得的是 每月400美元的工资 和卖出帽子后的少量分红 虽然收入并不很高 但他很知足 这已经能让他的家庭 在当地一直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2012年 巴拿马草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选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西蒙先生也和其他几位大师一起 被推选为编织纪的传承者 而且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 妻子和儿子 已经成为高水平的编织纪师 一顶精致的巴拿马草帽里 不但包含着编织者的高超技艺 更融入了他们超长的耐心和毅力 让市值组赞叹不已 而当初 文心也正式认识到了 巴拿马草帽蕴含的价值 而选择他来进行创业 离开西蒙先生的家 文心带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 虽然年纪轻轻 但文心已经在2017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主营命向中国市场的巴拿马草帽出口业务 因为是刚刚起步 他只雇用了两位厄瓜多儿员工 这边看到了有很多草帽 不同的款式 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这些都是发往中国的吗 对 这些都是要发往中国的 然后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样品 然后也有一部分是他们之前订好的货 都是有不同的颜色 这些都是昆卡和阿索比那边生产的 除了蒙特克里斯地 文心走遍厄瓜多儿的其他草帽产地 了解各地不同的编织风格和传统工艺 文心在2008年 跟随竞营餐馆的母亲定居极多 一边给母亲帮忙 一边兼职导游 随着近两年来 厄瓜多儿的中国游客逐渐增多 文心无意中发现 巴拿马草帽非常受欢迎 就是说旅游的游客过来 然后尤其是当中的女士们 都特别喜欢当地那个昆卡的 那种彩色的帽子 就买好几顶 然后说是可以轮换着袋 然后去岛上玩拍照片什么的 意识到商机的文心 开始研究巴拿马草帽的历史 考察发源地的大小作坊 拜访编织大师 学习制作工艺 经过充分了解之后 他决定成立面向中国市场的 草帽贸易公司 一年后 一家中国贸式企业来厄瓜多儿考察 文心凭借自己积累的经验 和对草帽行业的了解 最终成为其在厄瓜多儿的 唯一合作商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文心很了不起 因为年纪很小 20岁出头 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做两国的草帽的贸易 那你在开公司做这个贸易的时候 这一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很顺利吗 其实怎么说呢 一开始的时候 总会走一些小弯路 因为当地人的习惯 小懒惰 或者说是做事情脱脱拉拉 然后也走了一些小弯路 然后现在开始慢慢学会 怎么跟他们更好的去沟通 更好的去做中间人的工作 虽然文心的草帽事业刚刚起步 但他对未来的方向已经有错打算 特别是一大一路建设 在南美洲稳步发展 让文心这些创业青年 看到了新的机遇 下一步计划的话 虽然我们很多巴拿马草帽 我们就是说这次了解到的 都是很精细的 但是大部分的出口的那些作坊 他们做出来的帽子 或者说是厂商做出来的帽子 还是比较粗糙的 然后我特别希望 可以让巴拿马草帽 就是说以他手工艺 并且还是以他的精细程度 在中国的市场上 让更多的客户了解他 我们也是希望 可以把它推广出去 然后这样的话 可以促进双方的一个交流 在厄瓜多尔 还有很多像文心一样的年轻人 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遇 通过各种不同行业 在自身成长的同时 也促进着中国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 这里有正后重建的美丽校园 这里有厄瓜多了孩子们的纯真校园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55集 走进巴拿马草帽之乡 正在播出 2016年 厄瓜多尔西北部发生 李氏7.8级的地震 马那围省是重灾区之一 很多在厄瓜多尔的中国企业 投入到了灾后的重建工作中 中铁酒居集团厄瓜多尔分公司 就承接了马那围省78所小学的重建项目 并在2017年全部进攻 试制组来到这里 正赶上他们到一所小学进行项目维护 一些书包 文具是吗 还有一些体育用品 对 还有一些球类 因为当地的小孩喜欢踢足球 他们也没有新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给他们带点球 给他们带一些学习的用品 像书包 文具 书本之类的 蒙特克比斯历史 虽然草帽也发达 但整体发展比较落后 很多学生的家庭生活困难 项目经理 王军侯和同事们 每次过来都会给孩子们 带一些学习用品或玩具 校长 我们把这些先放在哪里 先放在哪个仓库里面吗 放在办公室 我们先放到办公室 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放放给孩子们 先不打扰学生们上课 学校竟在一座公园的旧址上 面积不大 为了不打扰学生们上课 校长玛丽贝尔女士 先带我们在校园里转转 校长告诉我们 这是一所临时性学校 共14间教室 有24位老师 556名学生 地震后 原来的学校受损严重 无法继续使用 中帖酒局厄瓜多尔风公司 在最短的时间里 完成了新学校的建设 让孩子们及时地重返校园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 这一栋房子是吗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过去的校舍比较简陋 顶部的钢结构很重 砖石墙体用年久时修 地震造成了镇区 八百多所学校损坏 12万学生没有地方上课 有的学校自己用竹竿围成一圈 搭建出简易的露天教室 不过一旦刮风下雨 就得停课 顶棚也随时有 再次倒塌的危险 虽然新的校舍是临时性的 但比他们之前的教室 都更加宽敞坚固 使用的材料和施工的质量 也让他们很有安全感 校长告诉我们 在地震中他们的学校里 有一名学生不幸遇难 这让大家很悲伤 孩子们也非常害怕 但搬到新学校后 即使愚症不断 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共同工程企业一直以高效率 高质量的施工 而受到当地项目业主的青睐 2016年8月 厄瓜多尔教育部 与中铁酒局厄瓜多尔分公司 签署了78所小学的项目合同 一年时间 78所小学全部完工交付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室 巡检的过程中 王经理和校长经过沟通 带我们来到没有学生上课的计算机市 在我们头上 这个是轻型钢结构 还有我们这个四架 这个支柱 这是支架 然后我们的板材 是采用这个聚氨值合成板 聚氨值板 是所谓中间夹着聚氨值 然后两侧是我们的钢板 这样的话整个结构 不单具有阻燃的一个功能 而且的话 隔温效果特别好 另外就是说 它这个支撑结构 能满足我们支撑结构 这个重量的需要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个上面的框架 就是专门为当地设计的一个 对对对 我们是采用当地的标准 专门针对板地震之后 所成建的一个教室 然后所设计的一个结构 那现在这个屋子 它的抗震级别能达到多少 现在我们整体的学校 抗震级别能够达到8级以上 8级以上 虽然只是过度稀释用的教室 但中体酒局 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 都保证了它的耐用性 使用寿命能达到25年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计算机 也是你们帮助建设的吗 这个是计算机 也是我们给提供的 因为在过去的旧学校中 就是学生没有这样的环境 能够上网 能够浏览一些新闻 和最新的一个实施的消息 出于这点考虑的话 我们和当地的教育部 政府沟通 然后在我们承建的学校中 不单提供的计算机 提供为了孩子上网的需要 同时我们也建了一个 小型的游乐场在外面 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然后孩子可以学习 可以在这娱乐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心里一直装着 没有教室上课的孩子们 王经理和他的同事们 每建一所学校都争分夺秒 当地的工期的要求 我们前期是制定的是节点工期 我们分几个节点 在15个月过程中 将学校提供给教育部 它是一个对我们这个项目 是一个总工期的一个要求 但是我们自己的话 细化工期之后 我们的排摆 把整个这个进度进行了排摆 我们每所学校 在大约45天的时间 就能交给当地教育部 那这所学校呢 这所学校我们施工 大约总共用了37天的时间 37天就完成了 王经理大设置所来到的 这所学校竟在城镇里 交通便利 然而他们过去两年中 成见的很多学校 都地处偏僻的山区 根本不通公路 运输建筑材料非常困难 他们拍摄的照片 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因为我们这个学校 遍布的范围比较广 有很多的学校处于大山内部 有很多的学校 直接我们这个交通车辆 直接到达不了的需要坐船 然后再才能进入到 这个学校内部 所以说对我们 所有整个这个物资材料的配送 形容了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厄瓜多尔国内受地震影响 建材生产能力不足 为了保证工期 中铁酒局联系 邻国哥伦比亚 在建的中铁项目 直接从工地上 借来了施工所需的建筑材料 那这些材料 为什么要从哥伦比亚运过来呢 因为我们在哥伦比亚 有一个项目 然后对哥伦比亚的市场 比较了解 所以说我们就是超前规划 提前储备了这部分材料 我们这块如果说需要 这部分材料的话 我们在哥伦比亚这个项目 立马把这个材料给送过来 满足我们现场这个施工需要 能够灵活地调配 效率是很高的 除了建材的供给和运输 施工中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 就是大部分厄瓜多尔员工 所习惯的施工方式 施工材料 与中国企业不同 所以几乎全部恶放员工 都要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 电路还在电脑 我们在做一个认识 在电脑上的电脑 在电脑上的电脑上 让它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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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工程师菲林何赛 是马纳省本地人 他的工作是负责检查 每个学校的电路系统 菲林何赛 工作非常认真负责 她告诉记者 中国同事给她树立了榜样 施工中与中方工程师的 很多技术交流 还有专业的培训 都让她受益匪浅 在整个项目中 中铁酒局雇佣了 25名当地管理人员 1000多名建筑工人 为厄瓜多尔当地 培养了大量的施工技术人员 在中国企业工作 感觉怎么样 对中国同事的印象怎么样 好 开始很难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经验 我对你们的经验 所以很棒 我学习很多东西 对你们的经验 我对你们的经验 很棒 我对你们的经验 很棒 我对你们的经验 很棒 因为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团队 对 那 她是五年級的 五年級的 剛才在上什麼課 文化課 五年級上午的課程剛剛結束 惡瓜多兒的小學每天只上半天課 學校流出更多時間 讓孩子們和家人相處 或者參與體育和遊戲等活動 釋放他們的天心 差不多就是有一個人背過身去 她一直在說叮叮叮 像是什么单狗一停 他马上转过身来 就看那个东西落在谁手上 有什么惩罚吗 对 这个人 这个东西落在谁手上 其实就是下一个背过身去的这个孩子 然后这个就继续了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丢手绢 丢手绢 对 那你们在这个新学校 上学上了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 一年了 一年的时间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教室 这个 为什么呢 我们很安静了在这家座 因为材料不是一样的学校 因为材料不是一样的学校 没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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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在这家座 没有材料不是一样的学校 没有材料不是一样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 如果有材料 我们的学校 要订阅 我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 和我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 那你们现在在这个教室里面上课 还害怕地震吗 不害怕了 虽然孩子们对遥远的中国了解的不多 但和来自中国帮他们建造学校的 叔叔阿姨非常熟悉 六一儿童节还有圣诞节 王敬礼和同事们 都会给周边学校的学生送礼物 其实王敬礼和发誉张同学 是一对夫妻 他们的孩子已经两岁半 一直跟着老了老爷在中国生活 大部分中邦员工都是如此 每年最多只有一次探亲假期 能和孩子见上一面 所以看到这些学生们 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次带来的是有书包 还有一些玩具 还有一些玩具 书本 有些年龄比较小的 然后给你发放一些玩具给他们 有一些是我们在里面 都失去的亲人 然后这样的孩子 我们对他们也帮 有一些是学习成绩表现优异的 老师的第一个 对 给他们学讲 对 给你学讲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学习 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他们也会到当地的残尽人学校 送去空调文具 过节时未闻受灾家庭 2017年2月 首批学校的验授仪式上 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 亲临现场 代表本国人民 真诚感谢中国中帖 长期以来在当地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对民众寄予关怀和帮助 他说 感谢中国兄弟 为实现这一切做出的努力 中国是厄瓜多尔 值得信任的朋友 多彩的国度 美丽 热情 神奇 虽远隔万里 但因为一带一路 与中国紧密相连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55集 走进巴拿马草帽之乡 正在播出 一带一路特别节目师这组 在厄瓜多尔的行程非常短暂 但我们马不停蹄 去到了不少地方 从赤道县省阿里斯高原 明珠基多 到距离美洲大陆 一千公里 活得生无进化博物馆 加拉帕哥斯群岛 从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 阿裕拉岗渔市 到洋溢着热情与友好的 印第安小镇 从把草变织成艺术品的 巴拿马草帽之乡 到芬芳绚丽的玫瑰花种植基地 我们感受到了一个 旅游资源丰富的多彩国度 2016年中俄互免签证所带来的便利 使中国福尔人数大幅增长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感受到了这里的美丽 热情和神奇 给厄瓜多尔五大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提供了新的动力 一路上 我们也和很多人成为朋友 并彼此关注 喜欢汉语的印第安小伙乔迪 正在筹备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 这次他将和母亲同行 保罗如愿获得了留学资格 目前正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就读 他的汉语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 经营玫瑰庄园的来宁阿里亚斯先生 也即将开启北京杭州等城市的考察之旅 计划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 新一代华侨文新 不但把更多草帽出口到中国 也开始帮助当地草帽企业 进口物美价廉的中国设备 还有在厄瓜多尔的中国企业员工们 他们收拾起 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异国乡愁 重整形状 开始全身性地投入到 新的合作项目建设中 随着一带一路在南美洲的稳步发展 未来 中国和厄瓜多尔将进一步扩大 双方的进出口贸易规模 继续加强包括公共安全系统 学校 医院等民生工程 能源 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 并开拓种植技术 数字经济等其他领域的交流 一带一路 让中俄两国建的合作 变得更多元 更深入 更开放 志同者不以山海为远 中国和厄瓜多尔虽然远隔重阳 但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成为新时期的纽带 将彼此紧紧相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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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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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